所有你能想像到的規則 都是D&D發明出來的 也可以說這些遊戲 可能都有受到D&D的影響 歡迎來到巴巴研究室 就讓他看電影大家好我是John 《龍與地下城 盜賊的榮耀》 在4月連假之前已經上映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去看了呢 我周圍的朋友還有網友 看過這部電影以後都搭戰超級好看 就連沒有玩過或是聽過這個遊戲的人 都覺得這部電影超好看 有玩過遊戲的玩家呢 看完這部電影就覺得 我的人生圓滿了 所以為什麼大家那麼愛《龍與地下城》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析 《龍與地下城 盜賊榮耀》 除了介紹電影中的細節還有彩蛋呢 最重要的是也要介紹《龍與地下城》給大家認識 所以還沒有看過電影的朋友 請記得去電影院看電影才來看我們的影片 不然會被我們爆雷喔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朋友輕鬆娛樂的方式 分析很多電影細節還有彩蛋 尤其是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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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都歡迎訂閱我們喔 現在每週四晚上8點 我跟雪宇都會開直播 分享每週重要的影劇消息 還有跟大家一起聊天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加入我們 順便也用超級留言支持我們喔 你知道我們原本想要直接做彩蛋的分析 但發現真的太難了 我太難了 所以呢我們就從頭開始 從理解遊戲開始 《龍與地下城 盜賊榮耀》 簡稱D&D 絕對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有名 又最成功的桌上型角色扮演遊戲 TRPG 它在1974年就推出了第一版 到現在已經有快50年的歷史 最初這款遊戲是有一名 保險公司的推銷員 Gary GeekX 跟他的朋友 Dave Arneson發明 遊戲的規則 打怪模式 裡面出現的角色跟怪物 都和大家現在玩的回合制RPG 非常相似 也可以說這些遊戲 可能都有受到D&D的影響 然後延伸出來的 包括像是生命值 技能點數升級 裝備武器 使用的道具 還有選擇角色 職業種族等等 所有你能想像到的規則 都是D&D發明出來的 就連飾演 鋼鐵人裡面 Happy Hogan的演員兼導演 John Favreau 也是D&D的資深玩家 他說 這款遊戲給他無限的想像力 說故事的能力 以及 了解如何創造一個合理的劇情 除了對於現代作品 有重大的影響之外 在近期電影裡面 也很常出現龍與地下城的元素 像是 蜘蛛人吳嘉日裡面 電光人有說奇異博士 就像是龍與地下城出來的 我自己也不想被殺了 尤其是個男人穿成像魔鬼 那你計劃什麼 然後像是 怪奇物語 生活大爆炸 他們也都有在影集裡 玩這款遊戲 好那我們先幫沒有玩過這款遊戲的朋友 來介紹一下遊戲規則是什麼 龍與地下城是一個超級自由的說故事冒險遊戲 這個世界簡單來說就跟魔界裡面的世界設定很像 類似中午世紀有劍有魔法有妖魔鬼怪等生物 還有各類型的冒險還有取寶金錢這些都有 說到魔界你知道嗎 我們最近超級幸運 就是樂高有寄了一款新的他們的魔界 組給我們讓我們去組 然後我不小心就樂高上贏 全部人就坐在那一輩子組樂高 超好玩超級放鬆 然後很紓壓耶 影片的最後會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成品跟我們做的過程 然後到時候再講 那我們先回到影片 通常一局會需要三到五人一起 其中一個人要擔任遊戲主持人 稱為地下城主 Donjon Master 簡稱DM 那其他人就是玩家了 有點像是莊家跟玩家的關係 但是呢重點是 要一起去冒險一起去創作一個故事 不是莊家敵對玩家 是大家一起合作去完成這個冒險 DM其實是中立的 那其餘的玩家每個人可以創造一名角色 在遊戲開始前需要填完這個表格所有的資訊 在這個角色卡裡面你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當的 種族職業還有陣營 更有趣的是呢 你還可以設定自己的 個性理念關係跟缺點 而且還要填背景故事 那不知道該填什麼沒有關係 因為這些資訊呢在玩家手冊上面 都有詳細的列出來讓我們來選 當然你可以自己發揮想像力去想自己的角色是什麼樣子 但是要合理的範圍內 就不太可能你會出現一個 喔我就是一個神 這真的很好玩喔 你知道我們為了解這個遊戲呢 Tricia還特地去研究哪裡有開團 然後在Discord上面直接加入了線上的團體 然後請裡面的人教我們怎麼玩 帶我們玩一局 他們都超熱情 而且帶我們的人年紀又超小 都不到18歲 然後人超nice很有耐心 因為光是填那個角色的表 就要填個兩個小時 然後就帶我們就超有耐心的就教我們 然後回答各種很蠢的問題 就人超好 我只能說人真的超好 那我在玩的時候呢 角色就是一個半生人 半生人就是電影裡面 Bradley Cooper飾演的 野蠻人Hogart的前夫 那角色卡上面的屬性值 也會影響後續遊戲的能力值跟加成 但是這些能力值不是自己可以選的喔 D&D有一個特定的方式 像是要紙骰子 或者按照一些DM制定的規則 所以就像現實生活一樣 我們的天生的能力值 真的就是紙骰子出來 這是不能自己決定的 但當然有玩過APG的朋友 應該就會理解這一點 像因為我是選擇半生人 然後他是法師的職位 我的話我就要去挑 敏捷度跟智力比較高的那些指數 對這樣子會對我的人物比較有利 然後加成也會比較多 那Trisha的話呢 他選擇的是野蠻人 所以他對於力量那邊的加成會比較高一點 也會有比較高的防禦值 所以是 骰出來靠運氣的數值 跟自己要安排的一些數值 那大家選完角色之後 D&M就會開始講故事 描述環境跟狀況 像是我們第一次玩的故事呢 D&M一開始就有說 我們這一群人是來到了一間 自己常來的酒吧 大家開始自我介紹 聊天 來認識大家的背景故事 職業跟能力 這時候其實就跟電影很像 主角跟其他角色出現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簡單的自我介紹 甚至有一些會是比較深度的 背景故事介紹 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我們角色卡上面的背景故事 在這個時候就會排上用場 其實玩到這裡呢 再回想那個電影 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一開始主角會有 那麼長的背景故事 而且還非常詳細 就跟遊戲角色卡一樣 好回到我們的遊戲 這時酒吧的酒保就跟我們說 最近礦坑發生了一些事情 要我們去看看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投票看要不要去 雖然是我們都投了要去 但我後來在想 如果我們那時候投票不要去的話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遊戲又結束 接著我們就去買了一些礦坑需要用的東西 像是礦工稿 火把 繩子之類的 然後我們一群人就去了礦坑 當時我們面前 除了角色卡之外呢 還有一個小的地圖 讓我們比較容易帶入這個故事 也跟電影有點類似 就是那種RPG類型中國世界地圖 好 到了礦坑裡面 我們就發現有屍體 接著骷魯塊就出現 進入戰鬥模式後 我們每一個回合都要做出一些動作 像我就是法師 然後我可以選擇用火焰劍來攻擊那些骷魯頭 但是攻擊的準度跟傷害 其實都要用骰骰子來決定 那比較害羞的地方呢 就是在我們使用招式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可以搭配動作啊 或者是口號 好 我們現在把手伸出來 然後喊出自己的能力 好 燃燒吧 火鳥 這我法術的咒語 順利打完骷魯怪之後 我們取回了三具礦風的屍體 決定要回家 這次的任務就結束了 但後來我們有偷問DM說 如果我們選擇不要回家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說 其實我們還可以選擇繼續走下去 然後會發現一個更古老的古墓 裡面會有更多的怪物跟寶藏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初次的DMD體驗 跟大家分享 但這個遊戲其實是沒有完結的 像我們剛剛做的就只是一次的冒險對不對 如果我們想要的話 我們可以帶著這些角色卡 再加入其他的冒險 或者是自己組團 有更多的冒險 然後會發生更多不一樣的事情 這些角色卡會跟著我們一直走 隨著參加的冒險次數越多 會變得越強 國外就有超瘋狂的DMD玩家 玩了超過40年的同一個遊戲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真的 找幾個好朋友一起來玩這款遊戲 超好玩的 只是要花時間 耐心是一個挑戰 好啦 抱歉拖了那麼久 就跟遊戲規則一樣 解釋了很多東西 我們來講電影吧 其實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呢 有很多東西都不認識 還好在電影上映之後 DMD官方就釋出了電影的相關內容小說 漫畫 還有按照電影故事 所出的遊戲規則書 意思就是 官方有特地為了這個電影 推出一款新的 算是外加的角色選擇跟規則 就跟電影有關 有那些道具全部都有出現 在這個規則書裡面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根據這些資料 來分享電影裡面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的 小細節還有彩蛋 那我們開始 耶 終於開始要分析電影 拖超久 真的就跟遊戲一樣 我們那個角色卡 設定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玩了遊戲 可能玩了一個小說結束 在龍與地下城的遊戲宇宙中 有很多不同的星球 不同的星球 會有不同的歷史跟設定 這一次的電影 龍與地下城 盜賊榮耀的世界設定 是在艾伯爾托瑞爾星球上的一塊 叫做費倫大陸的地方 時間發生在DR15世紀左右 DR就是費倫大陸用來計算時間的一個單位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費倫大陸的地圖 電影的故事就是發生在這個地圖上面 一開始我們看到的監獄是在極樂之地 位於費倫大陸西北邊的寒冷地區 這個地方關著很多凶狠的罪犯 在監獄裡面我們有看到 Hob Goblin 大地精 跟Yuntai 蛇人 再來主角就出現了 由Chris Pine飾演的 陰遊詩人Edgan Darvis 簡稱Ed 還有由Michelle Rodriguez飾演的 野蠻人Hoga 簡稱Hoga 他們參加了一個赦免委員會 這裡面的委員都是由領主聯盟 Lords Alliance 指派的 領主聯盟基本上就是 這一塊大地所有的領主聚在一起的一個協會 所有國王的協會這樣子 那這些委員就有權力決定 要不要釋放這些罪犯 委員的成員裡面有各種不同的種族 像是人類 半生人 龍翼 還有嬰人 在等待嬰人 Jonathan來的時候 Ed就說了自己的背景故事 特地慢慢的說來拖延時間 超多的細節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在玩遊戲創作角色的時候 可以把背景故事寫得非常詳細 所以他應該就是那個寫得非常詳細的人 那引游詩人Egan他曾經住在北邊的Targo小鎮上 然後曾經也是豎琴手Harper's的成員 在這個世界上豎琴手Harper's是一群 維護世界和平 保存知識以及保護弱小的組織 勳章持有一個豎琴加上星月的符號 但某次他抓到紅袍法師偷了金幣 讓其他的紅袍法師追著那枚金幣來他們家尋仇 老婆就被紅袍法師的匕首有刺傷 這個匕首叫做紅袍法師的匕首 Red Wizard's Blade 上面有負能量衛面 Negative Energy Plane 這是一種死靈法術的能量被刺到基本上像劇毒一樣 就會死亡 Ed的老婆死掉後就決定要變成盜賊 後來他認識了嚴蠻人Hoga 騙子Forge還有法師Simon 他們組成了盜賊團體 直到他們遇到紅袍法師偽裝的魔法師Sophina Sophina請Ed他們去柯林的藥塞偷東西 在這裡的寶物都是從罪犯身上取回來保管的 其中還有復活石板 薩薩斯坦死靈儀式的紅色號角 一開始看的時候我還以為那是龍的腳 然後是為了要召喚龍 那我們在這邊介紹一下紅袍法師他們是誰 紅袍法師在這個世界上是來自東方的拖雷Day的地區 拖雷人的政治體系是由八位法師管理 不是國王管理喔他們都是八個領導人的概念 那他們八位每一位都精通一種法術 旗下都是紅袍法師 很愛賺錢又非常厲害又殘暴的種族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這些紅袍法師 也覺得貞恩拖雷這個種族的人都是壞人 那電影中有演到最大的反派就是八位法師之中的其中一位 最邪惡的薩斯斯坦薩斯天 他已經成功變成了巫妖活了數百年 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把所有的人都變成死靈軍團 Sophina就是他的學徒 所以這部電影的反派呢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家都變成死靈軍團就可以控制一切 這是他們的目的 就這樣 在偷復活石板的時候 Ed被Sophina跟騙子Forge陷害 我們在這裡有看到Sophina使用的超帥時間暫停法術 這是第九級的法術 這在D&D裡面真的有存在的法術 然後是第九級法術 也是最高級的時間法術 為了救女兒搶回復活石板 Ed跟Hoga先跑到了山豬鎮找Simon 再到絕東森林找Dorek 在遊戲中德魯伊Druid這個職業 是真的可以變成成各種野獸 但是原本的D&D裡面其實是不能變成蕭熊的 因為蕭熊的設定是怪物不是野獸 所以不能變成怪物則可以變成野獸 不過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D&D官方因為這次的電影 就推出跟電影有關的多位角色還有道具 像是在電影裡面看到的 劣解頭盔 傳送法杖 紅色號角 紅袍法師匕首 復活石板 都有出現在新的遊戲設定裡面 還可以選擇電影裡面的角色 像是Ed、Hoga、法師Simon 跟德魯伊、Dorek、盜賊Forge 巫師Sophina 或者聖騎士戰科 然後他們都有自己特殊的設定 像是Dorek的特殊能力 只是一天可以變5次等級3以下的野獸 或者是蕭熊 主角Ed有一個鼓舞人心的特技 只要是他看得到距離60英子內的人 他都可以發動激勵人心的話語 讓這些玩家原本被判定為失敗的行動變成成功 但是他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還是要塞塞子 就很可愛 Ed他們召集完同伴之後 他們就經歷超多超多的冒險 但我想要跳過這些劇情因為電影都演了 所以不需要太多解釋 接下來我們盡量用列典式的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電影中出現的一些細節還有彩蛋 首先是摩登肯的奧術封印 摩登肯是另外一個奧斯星球的大法師 也是D&D裡面最厲害的法師之一 他的封印非常的強大 所以能夠破解這個封印的裂解頭盔 Helmet of Disjunction 也是他自己製作的法器 Hoga拿來的傳送法杖 Hit the Tether Staff 這是他在Great Peak Mountains 從另外一位法師手中拿回來的 也是為了電影新增的道具 可以在你看到的地方放置兩個點來當傳送門 黑龍拉卡在跟Hoga族人問過去大戰的故事時 就出現黑龍拉卡 黑龍在遊戲中是最殘暴的龍 通常會住在沼澤附近土栓椅來攻擊敵人 他們找到的聖騎士戰科耶恩德 他是Day種族的人 那在這個世界上大家都誤以為 這個Day種族的人都是紅包法師 都是壞人 但其實只有六分之一的Day是紅包法師 其他人都是學徒啊或是普通人 或是其他職業的人 那其實非常有趣的呢就是這個角色的設定 按照遊戲卡來看的話 應該是選擇了超級善良又正直 天生有著神聖的道德感的人 就我們的角色卡其實是可以設定這些東西 就是喔他有沒有一點邪惡啊或是陰險啊 然後他會不會騙人啊 這些其實都可以設定在上面 所以他不能偷東西也不能害別人 在玩遊戲的時候我碰到這一點就是 喔我好想要偷那個東西喔 然後我們的DM就說 可是你的角色卡上面寫你是一個正直的人 所以你不可能偷東西 我就喔好可惜喔 就發現原來我不是正直的人 我也想要偷東西的想法 接著戰科帶著大家前往Crip Garden森林 那裡是通往幽暗地獄的入口 幽暗地獄 Underdark 是費倫大陸地底下巨大的洞穴 裡面住著很多邪惡的生物 那這個就跟內影中講的一樣 幽暗地獄超級的黑暗 但牆壁上偶爾會出現一些發光的香菇跟岩石 他們在下去的時候 Simon還說我走最後面 這就跟遊戲裡面行動順序很像 在進入戰鬥地圖之前 玩家要用骰子來決定行動的順序 在地底下遇到了獅腦怪 遊戲裡面也有出現這個怪物 可以吃掉玩家的智力 或者是控制玩家的身體 那很有趣的呢 就是我們有問我們的DM 就說那獅腦怪通常會攻擊什麼樣的人 他說其實智力值只要超過3的話 他就會攻擊 那一般人類他們的智力值差不多都是9到12 所以電影裡面是腦怪就直接飛過去 就代表說他們的智力值超低的 就是很搞笑的一個梗 或是一個智力的探訪 一個大腦的腦袋 那一般的腦袋 像是一個可憐的腦袋 他原本有跟灰矮人族做交易 用他噴的火來幫這些矮人鍛造武器 矮人則是要貢獻金錢跟珠寶給這隻火龍 但不知道為什麼電影裡面就看到 這一條龍自己搬到了多布倫德 艾德一群人拿到了烈解頭盔之後逃離洞穴 Simon使用的頭盔看到他的祖先 Elminster Omar 是飛輪大陸上最有名也是最強的巫師 接著我們就看到艾德一群人偷復活石板的計畫 艾德有從市場上買了Volufem Gendarme的一幅畫 那這個人他其實是D&D遊戲裡面最古老的虛狗角色之一 他還出版了很多有關於D&D的指南跟知識書 其實他有那個虛狗角色的名字在這個指南下面 就很可愛 分開行動之前 Simon給了他們傳訓石Sending Stone 也是遊戲中很常見的道具 像對講機一樣 接著他們就被迫參加High Sound節日的活動 在這裡看到很多其他的隊伍在闖關 其中一個隊伍是在致敬1980年代D&D動畫裡面的角色 比賽中也出現各種怪物 像是位移獸會投射自己的幻象來騙敵人 尼聲怪可以變身成各種物體 靜止不動的時候看起來就跟普通的物體一樣 像是那個寶箱怪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凝膠方塊跟電影中演得非常類似 如果玩家不小心被吞噬進去就會受到腐蝕傷害 最後大戰中他們也用了很多的魔法招數 火球術 流星暴 火化物體 必格比之掌 等等的法術 這些法術全部在遊戲裡面都可以使用 最後他們打敗了Sophina Forge被抓電影就結束了 一個非常有趣又滿滿細節的電影 不知道會不會有續集耶 我是希望有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非常的好看 而且如果是跟D&D遊戲一樣的話 這個故事是永遠沒有完結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名美國玩家 Robert Waddell 他玩D&D40年還在玩同一個遊戲 然後分享一個有趣的故事 Robert就有提到 多年前他的女兒跟他的男友 某一次想要加入遊戲的時候 他就警告他女兒說 你們的感情有一天可能會結束 但是D&D的故事不會結束 他就警告完了以後 然後那個男友還是還是決定要加入 所以後來呢他們真的分手了 有人跟他的前男友還是有繼續玩這個故事 還是有繼續參團繼續玩D&D 那當然會擔心有可能不會有續集 因為即便這部電影是大受好評 就是看完大家都會覺得說 喔這是一部好電影 但他的票房真的不是很理想 他們拍攝的成本呢 大約就是1.5億美金 然後目前為止全球的票房 也差不多是1.5億美金 但你知道票房其實是不能把它算成是打平的 因為票房你還要給很多工作人的錢啊 電影院還有抽成啊 所以差不多你就是要乘以2再加一點點 所以他們可能要到3億多才會真的打平跟賺錢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部電影目前是虧錢的狀態 明明很好看但是票房不是很理想的狀態 當然如果他們到了線上平台或者是線上購買 還賣得不錯的話說不定還有機會可以看到續集 所以看大家喜不喜歡 像我後來我會想要支持這部電影 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讓我們有續集可以看 好啦希望看完我們的影片 對於東與地下城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沒有被我們搞得很混亂 因為這真的資料太龐大了 我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真的是一個非常猛的遊戲 而且我們也是看完電影之後開始好奇 然後真的實際去嘗試玩這個遊戲之後 才看到它的魅力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嘗試玩玩看 當然要跟自己的好朋友玩啊 不然會很尷尬你知道 這真的有點小尷尬 或者是要有一個真的懂 然後可以帶你們的人去玩 是非常好玩的一個作用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你喜歡龍與地下城嗎 你想要看到續集嗎 有什麼東西是你喜歡但是沒有出現的呢 或者是你期待下一集可能會出現的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爆發研究室 就想看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再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哈囉 大家我們來開箱的時間 你知道我們最近收到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樂高 超帥 最新發出了一個超大型樂高組合 它是Rivendale Rivendale的精靈城堡 魔界一開始他們在那邊集合 然後要組成他們的小隊的時候的地方 開會的地方 歡迎來到Rivendale 它的編號是10316 一共有6167塊樂高 對啊 然後我們就拿回來 我跟Sherry還有Tricia 我們三個人分開來一起組 超好玩 組樂高超級舒雅 你就跟著前面那個步驟 然後一個一個組 然後你就很有成就感 因為你就一塊一塊 就原來我拼出來是這個東西 喔原來這個是這樣 它其實裡面的細節也超級多 像所有的地板啊 它還有地圖 小小的地圖你可以看的地方 屋頂上面還有小人的那個雕像 這些細節超級細的細節都有 擺設起來好看 組起來也超好玩 然後很紓壓 滿滿的成就感 這一盒很酷 因為這是史上 體積最大的樂高組合之一 有機會的話 大家真的很推薦欸 超想要獲個花車的城堡 還有它的火車 那火車也超酷的 城堡的話 我是沒有看到成品 所以我不太確定 我只好就是存錢 買來再自己玩 那就跟大家分享 然後就再次 非常不小心的我對樂高上癮 我拼完我的那個部分啊 就突然間樂高上癮到不行 所以我就跑去了 我們附近那個樂高店 然後就買了另外兩盒 然後那個故事真的超小 我原本買了一個減價的 雪佛蘭的車 然後我想說 啊我要拼這個車真的很可愛 然後到櫃台的時候呢 他就說 你知道先生 如果你在湊另外一盒 就會送我們一些小孩子 童玩節的東西 童玩節的禮物嘛 然後想說 喔我姐的小孩在 然後我要可以把這些禮物送給他們玩 他就說喔你去找一個三百塊就好了 差不多三百多就可以湊促這個東西 那我就找了半天找了半天 後來我就買了一個 八千塊的 舊式的任天堂NES的機器 跟他一個超酷的那個電視機 那真的超好玩的 這跟我以前玩的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我小時候在玩樂高的時候 他就是 沒有到那麼 平原滑 然後旁邊沒有做的那麼好 我以前做的是 中午世界的城堡嘛 騎士會在那邊打架就這樣 我只有一個部分 一個小碉堡這樣 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破壞王 拆掉以後就再租不回去 從那個時候呢 我就把那個城堡變成一個太空船 對然後那些騎士就到外外太空去 那喜歡樂高的朋友呢 歡迎去他們的官網 或是各大同路都可以買到樂高 然後也可以找得到這一組 樂高Rivendale 支持樂高 記得要買樂高 讓你開心 讓你人生圓滿 樂高 讓你人生高高 歡迎來到正面大師生命紀錄 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就是我在玩龍與地下城的時候 突然間意識到一個很重要的 態度嗎 應該是態度吧 還有心態 就是放下包袱 帶入這個角色 會比較開心一點 其實 在很多的時候 我們不管做什麼事情 不論是工作啊 出去玩啊 或者是表演啊 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帶入這個角色 然後就覺得說 喔這好蠢喔 這個好像我們在做的事情 有點笨這樣子 然後我不要 這好害羞 好丟臉 我以前真的會這樣想 然後就很多事情我都會拒絕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不要啊 我不行啊好難看喔 這真的很丟臉 我不要不要 但 後來你自己去想的話 其實也還好 就 做了其實會創造更多有趣的事情 跟 讓這個東西繼續下去 給一個範例好了 你知道在幾年前 我有 做到邀約 然後我去星戰 遊行嗎 然後我那時候就穿了那個 莉亞公主的 鋼鐵比基尼 又一個裙子啊 然後就站在西門的一個邊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的選擇就只有 不要去 或者是 站在那邊 扭扭捏捏 或者是很大方的 那 你就會去想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他都已經穿成這個樣子 然後站在 大家面前 然後他還在那邊 這樣 其實就蠻討厭的 對不對 很難去接受這個人 然後很難去 跟他打糟糕 所以那天我就決定說 好我不要當這個人 我就豁足去了 我就跟大家 嗨 可以跟你照相嗎 當然可以啊 然後我就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當下其實是 我的心裡的一個挑戰 是他出了那個 覺得很丟臉的那個心態 然後在做了這個測試之後 我就覺得 其實很酷 因為我後來發現在工作上也是 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我也是努力的 想要去做到一個 就是 講話可能會 至少讓大家聽得懂 然後可以 帶入這個感情 可以 分享有趣的東西 給大家的那個人 而不是 在這邊就只是念稿 的那個感覺 然後我可能會覺得 我在 我在鏡頭前面可能 這樣子啊 或者是會被罵 但我後來 慢慢的覺得 我應該要帶入 因為我已經在做這個位置 我就應該要進去 這個角色 那在玩龍與地下車的時候 我更是有這種感覺 就是 以前可能會覺得 還要 念什麼法術啊 還要 用 這個角色扮演的話語 或者是他的聲音去 去模仿一個人的聲音 去講話啊 這好蠢 但那個時候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我就決定說 不行我要真的 投入的去玩 我就是那個半生人法師 然後我的 我的法術就很好笑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 要拍三次手 那個旁邊的火就會點起來 然後我要設火焰劍的時候 我要大叫燃燒把火鳥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做了這些事情 然後就很投入的去做 真的想像我在一個洞穴裡面 跟著我的朋友一起冒險的那個感覺 就很像小時候在辦家家酒 你會想的那種事情 然後真的去把它演出來 那個時候真的 我玩的就很開心 然後跟我們組隊的人 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大家就會一起完成這個事情 完成這個遊戲跟這個冒險 我覺得帶到人生其實也是一樣的 當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就真的投入進去這個角色 說不定會做得比較快樂一點 說不定你朋友 你旁邊的人也會比較快樂一點 如果你今天在做這個職位 然後你還是非常抗拒的話 對不妨試試看 就是接受 演一下就好了 接受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好我用工程師好 因為我做過這個職位 對我是工程師 我很討厭我這個工作 然後我每天在那邊想說 我想要當 我想要當業務 我想要當業務 然後自己的報告寫不出來 然後做實驗的時候 也沒有投入 一再抱怨嘛 旁邊的同志也覺得很煩 但如果換一個心態 我今天就是一個超強的工程師 我會測出很多東西 然後找到很多的問題 旁邊的人其實也會被影響 然後你做得也會快樂 旁邊的人會快樂 整個過程都會比較順一點 放下你的包袱 接受享受這個過程 好啦大家不妨可以試試看 還是我覺得我在玩肉依地下車 那個時候得到的一個啟發 好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都歡迎到我的個人頻道 就這樣 那我們到時候再見喔 掰掰